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 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薄树 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薄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 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 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 有哨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 你,撒迦利亚,要牧养浙江窄的羊群 买他们的,窄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 买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主 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 耶和华说,我不在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林圣 和他们王的手中 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江窄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 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绒美,一根我称为连锁 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争嫌我 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 要死的,由他死 要丧亡的,由他丧亡 余生的,由他们彼此相识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 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当日就废弃了 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 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公价 耶和华吩咐我说 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姚户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店中丢给姚户了 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纳根杖 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 耶和华又吩咐我说 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看过丧亡的 不寻找分散的 不依次受伤的 也不牧羊强壮的 却要吃肥羊的肉 撕裂他的蹄子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又祸了 刀必淋到他的绑臂和右眼上 他的绑臂必全然枯干 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